冯伦有次和一个潮汕老板聊生意 虽然两人话挺投机 但最终生意还是告吹了 眼看饭局结束 那个潮汕老板却将他拦住 微笑着拿出一个大皮箱 嘴上说着是给冯伦的礼物 让他千万不要拒绝 冯伦赶紧打开一看 竟有二十万现金 这可把冯伦吓了一跳 生意都吹了给我这么多钱 是什么意思 纵使冯伦在见多识广 也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潮汕老板看见冯伦面色有些难看 这才开口解释 冯老板不用见外 这些就是茶钱 是我们潮汕的老规矩了 虽然生意没成 但情意在 就当交个朋友 冯伦这下内心更不淡定了 喝什么茶能花二十万 俗话说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这钱拿着自己实在是不好受 以后遇见什么是不都得耳人家办头吗 冯伦便开始推辞 但没想都对方却面色为难了起来 冯老板实在是不懂我们这边的习俗 我们潮汕都是这种习惯 您心里不必有别的想法 说吧 又仔仔细细讲了讲 潮汕人做生意不成文的规矩 其实很多潮汕的大老板走南闯北谈生意 一般身上都会带个装现金的大箱子 根据不同情况来分配数额 但一般也是几万几十万了 如果是和别人谈二百万的生意 那么带个二十万就足够了 生意成了这些钱就是百分之十的押金 如果生意没谈成 那就当是茶水钱 多交个朋友 以后路才能走得宽 就这样 冯伦和这个潮汕老板成了朋友 他也经常到北京来找冯伦玩 慢慢的冯伦身边的朋友 也成了潮汕老板的朋友 因为他人大气 不计较小得失 相处起来没有压力很舒服 其实经商的人都知道 朋友圈就是商业圈 圈子的高度决定了生意的高度 这个潮汕老板仅仅用了二十万 就撬动了冯伦的朋友圈 将自己的人脉扩展到了北京 实在是一本万里的生意 有次冯伦问这个潮汕老板 你和我们这群哥们一起吃喝消费 一次怎么着也是五位数起步 这样天天搞你公司财务都得住吗 你不怕破产 或者什么也捞不到鸡飞蛋挡 冯伦是有心试探 但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在乎 反倒大方一笑挥挥手道 公司赚的钱我心里有数 要是连这几顿饭都请不起 我也没必要出来谈生意了 来我饭局的朋友是给我面子 以后谈生意我也说得上话 那有什么亏不亏的 冯伦怎么说 也是在商场上历经百战的人了 他见过的各色商人多如牛毛 但偏偏他记住了这个大气 又带着些精明的潮汕老板 后来他便对潮汕商人多了几分兴趣 他渐渐惊讶地发现 潮汕人实在太会做生意了 可以说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 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汕 这几乎是一种地区的经商文化 所成就了一批人 他后来在自己的新书 潮汕就是本事中分析道 地域会影响商人做生意的思维 别看这个潮汕老板花钱大手大脚 但他也是苦苦创业一步步从基层干起 有了成就之后 也绝不只盯着自己口袋里的一亩三分地 有设才有的 这是老祖宗讲了几千年的真理 但潮汕人凭借这句话挖掘出了天价财富 其实这种让利交往的思想很多人都懂 但很多人往往做不到 冯伦则在扛住就是本事中说出了其中的玄机 江湖上很多规则都是解释不清的 你不懂得让利 别人怎么会给你利益 做生意的人如果只管进不管出 那么生意也做不长久 这本书是冯伦酝酿多年写成的一部集商 人学为一体的宝书 想要从商 先要会做人 任何时候把人做好了 生意绝对不会愁 冯伦从万通集团的创始人 玉丰集团的董事长 到湖畔大学的校董 中国地产行业的开拓者与领心者 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他将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 了悟的道理 见过的五光十色的世界 全部融合在这本 《扛住就是本事》中 都说与高人一夜谈 胜读十年书 这本书不仅可以带给你知识上的改变 更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宏大高阶的视野 探懂冯伦 非此书不可 独透彻后生活或许大有变化